你好 我们有一个主题是 他是一个现学者 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 一个是这种季红 一个是这个姜度红 是两个这种红去做选择 这颜色很好看 他是不是会想到血液的颜色呢 我个人觉得 如果想要烧出那种 整个那种血液有物质在里面 那种感觉只有柴瑶的气氛 可以达到它 季瑶会浪得显平 对 太平淡 柴瑶去烧层次 或者它的这个毛孔气泡 它更鲜活一点 很鲜明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对 句话叫 想要穷就烧红 对 讲的就是柴瑶烧红 这个红最难烧 不好烧是吧 红红又都不好烧 红的发射比较难 所有的氧化铜 在气氛中它会改变 不够就绿了 过了就坦了 要恰到好处才会发色 才会漂亮 才发得好 我觉得 江豆红唇是稀少 也很对应这个稀少水 就是稀有水面这个体验 它的故事说猫是吗 盘子呢 你刚才跟我讲的是 直径是在41公分 对 这么大盘子确实是第一次少 难是难在于怎么样 让它在我窑里边 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升温 如果你愿意承担风险 我们也愿意陪你勇敢一把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